一日 惊吓醒来时 见陆毅正在写奏书 想起树王的那张鱼图 尚未交与陆毅 急忙起身 这一着急撑到了肩膀的伤 痛得哀忧叫出了声 陆毅连忙放下手中的笔 走到床前 扶住他 怎么了 不小心撑到肩膀的伤了 惊吓抬眸 看向陆毅 我有东西要拿给大人 那也不及这一时半刻 你这样伤什么时候能好 陆毅轻斥道 知道了 今夏低声应着 我帮你先将衣衫穿好 莫受了粮 陆毅说着 找出一件干净的衣衫 帮他穿戴整齐 谢谢大人 今夏笑着 起身在靴筒中 找出树王的那张鱼图 交给陆毅 陆毅看了看 又看看今夏 半少没说话 大人 怎么了 这图有问题 今夏不明所以地问道 今夏 陆毅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哎呦 哎呦 金宝 今夏连叫了两声 大人弄疼了 今夏 陆毅稍稍松开他一些 谢谢夫人 帮魏夫找到这张图 此番来 胡广就是为了这张图 如果找不到这张图 即便树王死了 我们的任务也不算完成 大人 那现下 我们算是完成任务了 今夏笑起来 嗯 完成了大半 我的夫人鞠躬至尾 陆毅不吝赞美之词 寻到他的唇 亲了上去 嗯 大人 我还没洗漱呢 今夏轻推着陆毅 陆毅对他的话置若罔文 大掌按住他的后脑 不给他一丝后退的机会 温热的唇反复瞬息着他的甘甜 不舍离开 今夏肩上有伤 不敢使劲正 小脸逼得通红 快要窒息了 陆毅才放开他 今夏大口喘着气 称怒地看着陆毅 有大人这样表示感谢的吗 陆毅笑笑 甜甜下唇 似在回味又似在隐忍 为夫帮夫人洗漱 伺候用餐 这样表示感谢 可以吗 大人忙吧 我自己可以 今夏试图挣托陆毅 陆毅不但没松手 反倒横抱起他到铜盘前 帮他敬面 地数口水 拿帕子擦脸 一切都弄好 又将他抱到八仙桌前 动手包起鸡蛋 今夏握住陆毅的手 大人 你快去写奏书吧 我自己可以的 陆毅这才想起 奏书才写了一半 将包好的鸡蛋放到碗里 夫人不提醒 我倒忘了 等到陆毅的奏书写完 今夏最后一个小包子也下肚 见他揉着小肚子的模样 甚是可爱 陆毅又想去亲亲 却听见外面官义通报 沐秋风求见 陆毅几身出门 沐秋风站在门外 身失一礼 陆大人 沐老请大人与夫人过府一叙 陆毅汗手一笑 拍拍沐秋风的肩膀 稍等 好了 大人 我在门外马车里等您和夫人 少年笑着 一道烟地跑走了 今夏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 一只手正手忙脚乱地挽着头发 陆毅返回屋内 轻笑道 我来吧 大人 你你会吗 今夏疑惑地看着他 我不会 但我用两只手 你用一只手 谁会弄得更好 陆毅拿过小肃子 说顺他的头发 手法虽说不上笨拙 但也不很娴熟 不过三下二下还是玩好了发际 插上云雀簪 胎派今夏的脸蛋 看向同镜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大人真是厉害 来 为夫在为夫人铺歇之粉 这些事 陆毅可是第一次做 不过做得有板有眼 而且有绘画的功底 给今夏画的眉 深浅粗细最是恰到 再染上口之 正是恰到好处 看着自己亲手打扮的今夏 陆毅有几分自豪地笑道 看来我的手 不仅可以纳刀 还可以为夫人化妆 今夏也觉得陆毅给自己捣持得甚好 笑着说 以后 这些事便包在大人身上了 可好 好 只要夫人有要求 卫夫随时候着 二人叔叔笑笑 上了马车 来到幕府 府一进门 穆老便迎了出来 穆老好 穆老好 夫妻二人一同失礼 好 陆公子 今夏 看你们的样子也很好 老身可就放心了 穆老边说边拉住 金夏的手 穆老 我还想着等您恢复几天 再来看您呢 金夏笑盈盈地任穆老拉着自己的手 我好着呢 恢复什么呀 穆老慈爱地看着金夏 昨日在树王府 路易是第一次见穆老 混乱的场面 也没说上话 今日才算正式见面 路易心底有些激荡 看到穆老 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母亲 会想起母亲教他谈桃妖的日子 会想起金夏在萧香阁 和杭州赞花大会上谈桃妖的情景 穆老健将二人带至后院 两桌开得正宴的桃树 让金夏有些呐喊 已是穆春时节 如何还有桃花 穆老看出他的哑然 孝道 老身的宅字地处城北 且南面有山 比别处暖得晚 因而这时节还有桃花 所谓人间四月方飞尽 山四桃花始盛开 是这个意思吧 金夏了人的孝道 嗯 路易回过神 不禁暗层 金夏在这诗词歌赋方面也有些进步啊 穆老轻轻坐到桃树下的空后跟前 波动琴弦 一声声熟悉的旋律响起 路易欲发感慨万千 路易金夏一同坐在另一株桃树下的藤衣上 金夏握住路易的手 心里亦是起起落落 大人之所以那般在意这首桃腰 那些过往 他听说的 他参与的 还有那句 唯有秦音深入我心 皆记得清清楚楚 而今 本应是四个会弹这首曲子的人 现在却少了一人 穆老的秦音虽已停止 但三人谁都未动 揭示了眼眶 两久穆老起身 率先打破了这种倾仇 路公子 请喝茶 路易扯其嘴角 穆老秦音 宛如天籁 贤指仍于音绕梁 路公子 老身已许久未谈了 今日雅兴 只觉得一切皆远 老身的两个学生 成了一家人 所以老身又谈其词曲 正是别有心境 于二位而言 桃腰如红梅 而这红梅便是 陆夫人早年留下的 许是一段秦音 许是一根琴弦 穆老轻言慢语 唯唯道来 路易今下汗手 深情互忘 但觉穆老所言即是 穆老又欲让今下弹奏 但今下肩膀有伤 路易主动代劳 三人在牧春的暖阳里 在缤纷的桃树下 续着旧事 铁着香鸣 弹着琴音 时间仿若已经静止 一切皆在惬意中 中午 穆老又命人背下清酒小菜 今下几杯酒下去 脸色微红 在桃花的硬颤下 兼具了桃花的妩媚 这番已经沉醉了路易与今下 让他们流连忘返 临行前 穆老拿出一方锦盒 交与路易 路公子 这是路夫人早年交给老申的 委托老申代为保管 今日交与路公子 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路易接过锦盒 深师一礼 谢谢穆老 不知这锦盒里所装何物 老申只是代为保管 从未开启 亦不知是何物 穆老微微笑道 多谢穆老 保管至今 多年后晚辈还能得到母亲留下的念想 棋手之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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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